人走開 11層樓高的紅色喬斯起重機 慢慢的往旁邊傾斜 旁邊工人突然大叫 沒多久 整台起重機就倒下來 底下的人紛紛走壁 工人聽到一聲巨響 起重機整個倒塌 我們有一部 我們新的喬斯機 委託由這個製造商 他委託的這個船舶 在運送到基隆港的西岸的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應該是在靠泊的這個過程裡面 發生了一個碰撞 那這個碰撞實際上發生的原因 我想還是要依照這個監視單位 來做一個釐清 製造端在把這個 我們所購買的喬斯機 要運送來的過程裡面 他也有針對設備去做一個保險 那這個保險的金額我相信是可以來支付 這次事故 掌握的是 我們這邊有兩個碼頭 一個是19號碼頭 一個是20號碼頭 原來在20號碼頭這邊的 船舶的靠泊 因為是新的喬斯機要靠岸 所以在這段時間 我們本來就有跟港澳公司 申請別的碼頭來支援 所以20號碼頭沒有問題 那19號碼頭的後端 是因為現在喬斯機倒塌 有可能有部分的區域受到影響 那實際上還要做一些丈量 但我們應該會商請這個 這個破格輪的公司 我們請他來 實際上是還可以作業 只是需要一些他們的配合 最後後面我們會來跟他們聯繫 事發在14號下午2點左右 一艘航運貨輪載了三部 喬斯起重機進港 準備停靠金融港C24碼頭 要將新的喬斯起重機 207號卸下 沒想到靠泊時 喬斯起重機 207號碰撞到岸上的206號 巨大起重機瞬間倒塌 接到通報是綠州起洋號 有運送喬斯機要再靠20號碼頭 在靠泊過程中 有A到20號碼頭按上小巨大 造成20號碼頭小巨大 目前經過港銷跟港警清查的結果 目前整個人員都是平安沒有傷亡的 當時就是這艘貨輪 船上載了兩部新的 一部舊的喬斯起重機 沒想到過程中A到釀成意外 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金融市長謝國良隨後趕到現場了解 剛剛看到這個畫面是覺得蠻嚴重的 那我們現在過來 還好就是沒有發生這個人員的傷亡 那如果有行進的船去掃到這個 喬斯起重機所造成的損害 我們也希望港區跟公司這邊 港務公司今天有派人到場 我們希望能夠盡快的復原 然後不要影響到港務的運作 那最比較看到的就是沒有人員傷亡 我想是不幸中的大事 據瞭解喬斯基新的一台 要價2.5到2.7億元 至於竊竊的發生原因 有在港公司進一步調查釐清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到達到